好了,沒有聲音都播了,大家看看,喜歡不喜歡吃,我就不會吃了,老實說,我又未必覺得真是很噁心,但又不是沒有東西吃,我只能吃到這些東西,是吧? 好了,這一個呢,就是我收了很久的,反正沒什麼說,就說說這個奇案,這個就不是什麼奇案,這個是一宗好想悲良的案件,在我出生之前的十幾年發生,香港故事來的,但你又可以想像到,OK, 香港那時候真是多美好,華洋雜柱,我們看,譬如看鄉承浪子,當然鄉承浪子在說三十年代香港,但到了五十年代又已經不同了,正如孫中山先生,屢次強調他的革命思想就是來自香港的培育,和看到香港這個狀況,為什麼香港可以,我們不行呢? 即是說八九幾年前,就已經看到了,所以我那時候有句經典,我從來不擔心,上面會不會追到香港,從來,我真的擔心香港墮落, 那果然是,真是開口中,即是那時候為什麼呢?九七九八年的時候,我很多朋友,經常跟我說,屌什麼你哥,你回到大陸看看,這樣不想同了,說上海多厲害的,然後又說,屌你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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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5月20號,幾名就讀九龍城天光道鄧鏡邦學校的小學生,我們馬上知道那裏是哪裏,即是新夏書院,即是,現在就叫做,以前是何文田警察宿舍附近,現在叫做班山一號,沿著通往那莎書院的小徑番學, 在鄧鏡邦學校園,在鄧鏡邦學校園外面的草地,有個同學仔,真的有鏡頭的畫面,指著前面大叫,咦,那裏有人睡覺喔,於是他們催前觀看,見到一個女子養身平鵝躺著,那個臉蓋著一塊手,即是那些手跟仔,以前那些四方手跟仔,雙腳就被布置蓋住, 一個大膽一點的同學仔,就用腳輕輕推幾下,見到沒有反應,覺得很奇怪,其實鄧鏡邦,鄧鏡邦有小學嗎,小學部,中學部,我只是中學,好了,不過其中一個同學仔就說,喂,不是喔,不要動,可能是死屍來的,哇,他一這樣說,整班同學仔,平息靜氣,我心中量了一半,OK,最後呢,就半客半跑半跳,就回到校園, 就剛剛碰上他們的校監,就馬上跟校監講,校監的一個臣腐叫哥利多,那時候就是,我們小時候就是有這樣的鬼佬臣腐,一聽之後呢,不對勁喔,立刻跟著幾個同學仔去當地視察,好了,那他又吩咐,喂,你們幾個小孩,不用跟著我啦,我知道在哪個位置,當然他們不會理啦,一定跟著那個臣腐,有個大人一起去伯,OK,好了, 好了,期間也都引起其他同學的注意,啊,為什麼你們去哪裡啦,跟臣腐,對呀,全面好像有人死了啦,哇,你們小學生的,好事啦,有個成班吧,變得好像Walky第二集這樣,無論那些成班,就跟著臣腐去,我真的要看一下那裡有什麼事啦,到達之後呢,臣腐見到有個二次維體女子,躺在那裡,衣著整齊,身穿白底黃花長裙,黑食長褲,OK,好了, 好了,臣腐正想揭開那個手筋仔的時候,那些同學就起兇啦,有些人用手掩著眼睛就怕他,即是怕噁心的東西啦,誰知道睡著這個女仔呢,一點都不恐怖,看來很年輕的喔,皮膚白折,雙目緊閉,除了口角有少少血絲之外呢,其實是一個美女來的,嗯,美女,好了,臣腐將那個手放在那個臂上,一探, 噁,沒有呼吸喔,再看一下這條動物,咦,證實死亡,OK,直接報警,警察就當然來了啦,法醫也都奉味道長,1955年,啊,這個女子大約二十歲啦,五呎四吋左右,哇,都算不高,又不是矮啦,啊,頸上有勒痕,估計是被人捏死的,手指甲和腳指甲都呈乳式,啊, 啊,衣服和鞋上面有少少少勒跡,相信死前經過一番辛宅,死亡推斷時間,三幾個小時前,嗯,好了,好了,案發的正確地點呢,就正正在九龍城天光道頓的波學校,圍牆出面一塊草地,那塊草地呢,就屬於閩南中學,閩南中華基督教會聖堂和閩光書院,所有的,對面就是協恩,那我大概知道是哪裏啦,啊,草地一條小徑就通向山邊, 之後早上呢,啊,其實除了是警察學校,那些小徑在那裏玩呢,之外呢,晚上呢,這條小徑呢,和那個草地呢,都有些情侶在那裏抱有的,所以那條路呢,就被人稱為因緣路的,嗯,那一條我當然非常熟,我小婆很大,嗯,小徑我就不會理她的,就是外面那個,其實都不是什麼草地,就是有草有泥,這樣啦,你知道地,我們年輕人就是我們踢球,可以,嗯,嗯,因為你, 你不要想著那裏,喂,那裏的球場,你行不行,就跟別人家爭啦,在小時候,你,打算那裏就一定,好想定呀,不是呀,你都是要跟別人爭,屌你,農門都沒有,屌你,你 apa,球欖期放兩個瓶,嗯,那些類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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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門的,那裏想了,那裏呢,那就又說,喂,不是呀,中呀,多呀,任你拗啦,那裏,真的很好笑,那裏,好,話說,發現,屍體的幾個小時之前,ok,那裏一個叫米高的外籍人身 當時Michael曾經向警方報案 說他的女朋友被一個男人粗暴帶走 擔心他有意外 但很奇怪 你作為他的男朋友 為何能讓他的女朋友 被另一個男人粗暴帶走 好了 警方看後就翻查米糕 幾個小時前 說的資料 咦 什麼黑虎 什麼花菌 就發覺那個女私的吻合 他女朋友的特性 就馬上叫米糕回來 當時沒有手提電話 其實是一番轉切 但終於聯絡到米糕 就叫他臉龐認知 不幸地 原來米糕說那個女朋友就是這個屍體 好了 因為又找到米糕 立即能夠聯絡到死者的家屬 其實就立即身上大白 無論他生事和事情發生了什麼 不過想像中就不是這麼單純 案件 原來米糕 原來米糕 口中她這個女朋友 他們只不過交往了一個禮拜 即是剛剛拍拖 開始 開始 女死者原來其實 還有一位正印的男朋友 這個人暫時被警方認定是疑空 女死者 慘遭毒手 其實這個米糕 講到沒有 第三者 在這一刻也是 好明顯 立即阿正都 情殺 那 女死者 這裏開始來到 我寫1955年 叫做馮慧玲 年齡的寧雅 21歲 他陽名叫做伊芙蓮 伊芙蓮 伊芙蓮 小康之家 有兩個哥哥兩個弟弟 爸爸媽媽對他們教育非常關切 他們五兄弟姊妹都是讀香港名考 慧玲是聰明過人 在呂拔萃讀書 那個時候 還要是每年考第一 他爸爸馮慧玉 原來在英國放羊 在英國這樣 我想他們現在都有點家底 回來在廣華醫院做事 不久自己在彌敦道開了個醫務所 由於醫得風平好 收費也便宜 所以 除了彌敦道之外 他們也是在青山道 自己住那裏 整了半個診所 方便有些朋友晚上找他 有些急病 所以他們家人 爸爸做醫生 一家七口 非常融洽 而因為他們兩個哥哥兩個弟弟 慧玲就是中間獨女 他媽媽、爸爸和哥哥的哥哥都很疼他 但是 慧玲十七歲那年 即是四年前 就惡夢開始了 1951年 2月26日上午9點 有兩個匪徒扮病人 去青山道 23號二樓 即是他們家裡打劫 OK 馮醫生就不知為何 打劫就給錢 就奮勇反抗 結果就被其中一名匪徒 在後腦開槍 一槍就打死 他爸爸 1951年 竟然有罕匪有槍 從來我們槍系管制都很奇怪 大家馬上想一下 這些是甚麼人 1951年 好了 好在當時 馮太帶著一個小孩回學 就沒有造成那麼大傷亡 但是一家之主就這樣沒有了 馮太呢 亦夫成侄 在病假中輾轉反侄 又不吃東西 其實一個月之後 就走了 好了 兩名兇徒昨天之後都被勤 就復發了 總算是為馮醫生之令 但是現在猜都猜不到 四年後那個女兒為花樣 年華二十一歲 竟然都是有這樣的壓魂 當時1951年 衛寧只不過是十七歲 父母兩個月內相繼身亡 大家想像一下這個家庭 一家七口 當然沒甚麼經濟壓力 無憂無慮 在拔萃讀書 兩個阿哥 那個阿哥在英國讀書 一個那個是黃仁 兩個小孩 都是成宗的名校 都是很有教養的家庭 突然間 做這樣 父母 其實肯定對他們 家人特別是這個女兒 或者更加有嚴重的痛苦衝擊 不過幸好,他們的舅父,即是媽媽的哥哥,就很仁慈, 接管了這條家,不僅經濟上盡量支援他們, 更加怕他們幾個小孩子住一塊屋,不開心, 在彌頓道482號,靈命新居,哥哥受到外國讀書,馮啟基, 都馬上回來,沒辦法,掌兄為父,投家這樣, 也考到香港大學,回來就能考到, 兩年後,1953年,惠寧中學畢業,她成績很好, 哥和舅父其實都希望升上大學,但當時在53年的女性, 其實她讀到這樣高中已經非常難得, 她自己執意都不讀,就是在何明華傳道會找到一份工作, 好了,有成二百多元,那時候五幾年很不錯, 因為我心目中,我知道六幾年很多工人都賺百多元, 七幾年頭都是賺百多二百元,如果五三年就賺二百多元, 因為我想她有識英文,還有叫做文職,那時候文職人才難求, 外表上,惠寧是非常乖巧,活潑開朗, 真是個個都喜歡她的,後來我看回報道, 但內心深處當然是無限寂寞,也不用說, 所以她開始結識異性朋友,其實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可能有,但其實讀完書十八歲,都正常開始有些對異性好奇, 之後去一個party,就認識了第一個男朋友,也都相信是最後一個, 這個男朋友是歐雅雲血兒,當成英俊,叫做James Richard, 他長得高大,英俊,22歲,是駐港英軍軍需部的司機, 他和他媽媽和姐姐一起住在佐敦道9號, 那時候我不管他是做甚麼職位,他只是英國人,都不同, 還是駐港英軍軍需部的司機,兩個人很快就打得火焰, 不時相約在紅樓酒店的優惠,以前都是這樣,五幾年, 有一次因為衛玲幾天沒有回家,他當然不報警,最後找到兩個人, 但是從來不跟哥哥吵架的衛玲,這一次一反常態, 甚至乎直接承認,我已經和Richard發生了關係, 那時候發生關係真是很大件事,大佬, 我聽到撥然大佬,將兩個人罵得啟無言呼, 但是同時既然都是這樣,快點結婚吧你們, 衛免夜夜長夢多,但是Richard就說,我還沒有經濟基礎, 談婚禁假的事要五年後才能夠得, 現在只是希望和他保持親密關係, 哇,你不是好想著手,OK? 那關係又維持了年多,阿哥僱員非常不滿, 同時都覺得這個Richard很有問題, 原來這個Richard佔有欲很強, 除了要求衛寧每日要報道之外, 還禁止去和任何朋友,正常社交, 即是說,有時和女朋友,大家知道是甚麼人, 最嚴重的就是,他會打衛寧, 好了,阿哥發現了這件事, 其實呢,其實呢, 調理到Richard就讓他哥哥, 拒於門外,不想讓他去找妹妹的, 但是阿衛寧仍是經常偷偷流出去, 沒辦法啦, 馮家呢,於是他哥哥叫舅舅回來開家庭會議, 結果家庭會議, 都是叫阿衛寧為你斬斷情私, 要是你認識過別人, 但是阿衛寧總是為為樂樂, 你知道這些事是這樣的, 好了,往後日子, 不知是他想法有變, 還是就是你斬斷十幾歲, 衛寧呢, 就慢慢主動縮遠了Richard, 反而不是他們給甚麼, 更加暗中跟他們教會的牧師說, 其實打算跟Richard勸絕來往, 我想他當時也有很大的決心, 因為是豬給他, 你知道那時的女兒, 給了豬人就沒辦法, 要跟他一輩子, 我們有個網友也是, 女網友來的, 很久沒有上來的, 他跟他老公的結合, 就是他老公強姦了他, 他老公本來是, 女網友不是很大的, 他老公本來是他喜歡的兒子的朋友, 但有一次去完卡拉OK之後, 這兒子, 即是他老公, 就強姦了他, 既然強姦了他, 就唯有跟他結婚, 他老公說, 他說他從來未喜歡他老公, 所以, 大約短短二十幾年, 我們, 我的網友, 他兒子有些病的, 天鮮天性, 經常買鮑魚上來, 很久沒有見他, 好了, 案發前一個月, 1955年, 出現了一位男人, 又是米高, 23歲, 他駐港英兵, 他這麼喜歡去照鬼, 他鵑威寧, 說米高無論相貌, 和各樣條件, 都比Richard更加好, 而且他在教會裏認識威寧, 一認識威寧, 他對威寧展開熱烈追求, 這樣就死了, 你又打又鬧, 又管人, 這個當然很熱情, 又嶺仔高大, 但從來沒有強迫接受自己的愛, 還寫一封信給威寧, 我很喜歡你, 可不可以在五月十四號中五十二點, 在我提及的那所教堂裏面相見, 如果你準時來到, 我就明白你的心跡, 否則, 我就知道, 你仍然是喜歡Richard的, 好了, 結果, 米高等了一天, 威寧都是沒有來, 有時女生你知道, 其實他未必對Michael沒有好感, 但就是這樣, 看來他對Richard還有一些, 一定要租給他, 要司機? 那個都是英軍的司機, 是的, 好了, 大米高武器類, 繼續展開追求攻勢, 案發前兩日, 案發是五月二十日, 五月十八日, 他終於奪得伊人芳心, 那是否呢? 為什麼呢? 首次約會成功呢? 好了, 首次約會成功去看電影, 他們去喝東西, 到第二天, 即是十九日, 案發前一日, 他兩個人去外面散步, 吃飯和看電影, 到夜晚, 十一點, 十一點半, 米高送阿惠寧回到尼敦道的御所的時候, 阿惠寧準備上樓梯的時候, Richard突然撲出來, 把惠寧推在地上, 你這個淫婦, 叫你拿摩, 我等你一整天, 說米高, 當然馬上扶起了惠寧, 叫他, 你先回樓梯, 然後跟Richard吵起上來, 他在那裡走, Richard在那裡用英文罵他, 其實這傢伙米, 真是不傢伙米高, 要撲襲他, 應該要撲襲他, 他就撲襲他去找找找, 好了, 途人為觀, 米高就勿不作聲, 為什麼呢? 他可能覺得, 自己溝通了一條女兒, 有點地規, 但其實你不是老婆, 是女兒而已, 直至Richard說了一句, 好, 我現在就找一條人說, 說清楚, 就回頭路了, 在這個時候, 米高就真是不知所措, 不知道是報警求助, 還是怎樣呢? 好了, 他都決定報警, 很不容易他找到電話一停, 米高, 但他不是首先報警, 就打電話給馮家, 那時候馮家家裡, 只有工人馮四, 那慧玲十一歲的弟弟, 和屋主麥解, 即他們家裡的親戚, 哥仔出現慶祝生日, 還未回來, 董英文的麥解, 就對著電話的米高說, 說, 就說, 慧玲剛剛被Richard拉走了, 米高當然很擔心, 接著他就打電話到城警署, 但他又說錯門牌, 警方白走一趟, 如果他不是說錯門牌呢, 是否可能救得回呢? 不知道, 於是他都有去避案, 結果, 在早上七點, 慧玲被發現, 服侍在天光圖的因緣路上, 那Richard又如何, 為何會被捕呢? 其實我都可以長話短說, 因為這個Richard, 在五月二十日早上九點半, 即是, 發言師看過幾兩小時, 他們上學六七點, 你才知道小學雞, 慧玲的哥哥還未回來, OK, 可能是, 在宿醉未成, 在朋友家度過, 電話響, 呂容, 馮四聽電話, 打電話來的就是Richard, 馮四當然不懂英文, 但Richard在香港, 都懂些廣東話的, 他說, 阿慧玲的羊名, 死亡了, 他現在調師, 在鄧鏡波學校後面的路, 我用手筋子按住他的臉, 我現在在新樂酒店最高, 喝了很多酒, 半個小時後, 我就會跳樓, 報紙日明日會看燈, 馮四, 即是這個, 阿公文, 知道Richard的性格, 但覺得他, 你女母是瘋了, 就沒有理會他, 收錢, 其實我也覺得馮四很奇怪, 好了, 下午兩點, Richard就打電話來, 小姐回來沒有? 他說, 馮四就說, 你這個仆街, 你不是說小姐被你殺了, 怎麼回來? 你究竟想去死還是生? Richard說, 我當然要去世啊! 這樣我突然騙, 其實去到這一刻, 馮四還沒有感覺, 因為你的小姐, 就沒有回來, 但小姐可能, 有時候都有自野不歸的 record, 他都沒有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好了, 第三個電話, 下午四點, 又打來了, 他說, 你們搞什麼? 還沒有找到小姐的屍體? 我打電話去全港所有醫院, 都沒有人說接收到這個人, 他反而很激動, 其實在這個時候, 第三個電話的時候, 馮家就知道小姐死訊了, 好了, 因為有這些通話資料, 你說你在新學酒店, 那警察呢? 其實他就算不說, 都一定找到的, 就直接去新學酒店, 新學酒店直接去佐敦道, 尼敦道那裡, OK? 808號房, 找到Richard, 他關在這間房間裡, 不開門, 警察好言相勸, 終於就犯, 他滿身酒氣, 雙眼淚水, 不過很合作的, 他說在那晚, 明晨三點左右, 拆死衛寧, 他說當晚, 他把衛寧帶出去, 走到尼敦道, 剛剛有巴士停站, 他們隨意上車, 在天江道鄧鏡波校附近下車, 將他帶在一條小徑那裡, 他由平靜的對話, 那裡很激烈, 之後吵得很厲害, 他說自己處境那裡很矛盾, 願意一死解決所有問題, 維園是火葬, 和將所有財物, 和他的東西, 給他最親的弟弟, 這個當然是Richard一面支持, 你永遠都不知道, 他說自己由衷心愛對方, 就算陰陽相隔, 都一定會相除, 楊過這樣, 警方就把他壓進行政局處, 他很鮮定, 還在撐住憂傷的英文英光, 警察當然不去唱什麼歌, 他突然停下來, 拾兵警察問他, 我是否會被吊死, 那些警察問他, 你怎麼知道呢, 然後他就說, 這人這麼早就死, 很可惜, 沒有辦法, 好了, 當警車到天康道的時候, 他就叫, 停下來, 就是案件重現, 全部都要死了, 好了, 其實, Richard的謀殺罪名表證成立, 去高院, 根本不用審, 因為他都認罪的, 五男二女組成的陪審團, 退庭商議, 哇, 30分鐘搞定, 一致裁定, Richard謀殺罪名成立, 法官依例, 宣判還手死刑,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陪審團同時請求, 法官將被告轉程, 港獨開恩, 就是說, 他還有一線生機, 我不明白, 陪審團, 為什麼要, 陪審團, 那裡, 不過, 幸好, 1955年9月14日, 即是案發後, 都未夠4個月, 5月20日, 港獨接納行政局的意見, 決定不予赦免, 他難得一切, 當然啦, 是吧, 你都沒有可能的事, 1955年, 有一宗這樣的案, 一個, 即是, 在一個, 在一個法律上面, 在一個社會上, 1955年, 比較, 我們喜歡又不喜歡又好, 比較高等的人種, 反一宗謀殺案, 他, 受到一個, 合適的審訊, 有陪審團的, 陪審團, 亦都 propose, 即是說, 是否可以制特赦呢, 今晚的程序, 法官, 亦都去呈呈, 陪審團, 報告, 給港獨, 1955年, 港獨是誰, 戴倫斯, 還是, 1955年, 快勝, 看看, 應該去, 好像不是戴倫斯, 戴倫斯是六幾, 但港獨, 是會行政會議決定, 陪審, 維持這個死刑, 是, 都說, that's how Hong Kong is done, 這個就是香港怎樣, 其實就是我們這套東西, 現在沒有了, 這裏大膽惑, 好了, 但是呢, 他還有封遺書, 留給志愛留遺書, 你真是, 你真是被他, 激冷寫是誰, 拍立基, 艾斯, OK, 他用英文寫的, 在等待這個死刑的姿勢, 他給我親愛的媽媽, 我家人, 我很抱歉, 昨晚這樣對付, 惠寧, 依附蓮, 我亦都很抱歉這樣對付自己, 幾個月前, 你第一次罵我, 說我為何要向人家發脾氣, 為何和家人過不去, 只不過是失戀, 反正, 請原諒我, 這是最後一次, 依附蓮在我生命裏面, 唯一的忠情者, 現在都是, 你們知道的, 他死了, 幾個小時之後, 我都要死了, 或許我們可以在王泉相見, 好想漫啊你, 媽咪, 如果你還愛我, 請路必找到他的墓地, 將我的身體放在旁邊, 我感激弟弟, 安慕和我姐姐, 基利斯, 為我所做的一切, 希望朗路在學校考試成功, 這樣媽媽就會很開心, 祝福大家安好, 兒子James Richard, 永遠愛依附女的Richard, 就是自然, 我吊你了好不好, 你二十幾歲, 只不過有天情路坎坷, 吊你了, 你自己想這麼多女兒, 你還想那女兒, 還想葬在女兒隔離, 就算你媽媽這麼瘋, 那女兒, 家人都不會, 不想慣你了, 結果1955年9月20日, 即是1955年9月14日, 就判他, 即是決定他, 不予赦免, 在六天之後, 通常他們這些, 是不會有確認的日子, 突然間執行, 我們看那些戲, 突然間, 因為為什麼呢, 他又不會拖得太久, 拖得太久, 就會覺得你, 為什麼真的虐待了你, 既然是死刑能失限, 通常呢, 吊你了, 突然間, 你每天都是吃餐蛋飯的, 無論如何, 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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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給你一包煙味, 那你就知道, 翌日到訂了, 1955年9月20日, 早上7點, 一直被送到赤柱監獄的行刑室, 搞刑台, 問吊棄住, 最後一個遺體呢, 被棄於監獄的墳場裏面, 墓邊上面, 沒有名無姓, 只有一排數字, 即是去老母, 那些都不能回去, 這個就不知道是不是小, 真的不會是小說家, 但是, 很可惜, 我覺得馮家, 肯定是, 真是, 真是不知道有什麼詛咒, 有什麼理由老爸老母, 女兒這樣, 嗯, 希望幾個兄弟, 現在當然都可能, 不在人世, 又或者都很老, 真的有很幸福的日子, 其實很流行, 吊你了, 你只要繞一圈, 一年, 不要說你什麼, 半年, 一個月, 吊我, 就是這樣, 感情的事, 好, 希望大家不要受困, 明天上來買東西,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